ことになります 我们学了表示决定的ことにします 而这边的ことになります做什么用呢? します、なります可以视为他动词、自动词 我们曾经说过します表示行为 なります不就可以表示这个行为的结果 变化的结果 因此我们做决定是ことにします 而ことになります就可以描述这个决定的结果 换个说法 决定是个人的 可是大家都同意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确定的事情 因此当我们要描述将来确定会发生的事 而这个确定会发生指的是经过大家的同意 或者是依照规定 那么就会用到ことになります 这个句子 我明年要结婚了 各位就发现了 ことになります 我们几乎没办法翻译出它们 这就是一个文法虚化虚化的结果 虚化到尸骨无存了 它只能够表达出文法的概念 但是在我们中文里面讲不出来 9月开始要上大学了 翻译不出 但是这告诉我们 考上了嘛 既然考上了 是不是9月就要上大学了 从下个月开始就不可以把车停在这里了 这是一个众人决定的结果 是个规定 我们一样翻译不出 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 是规则上做了改变 而这个改变的结果就是如此 它变成了事实 感谢观看